十一位娶内地老婆的南港星,有人幸福美满,有人结婚十三年没孩子。 1. 吕良伟 吕良伟的妻子名叫杨小娟,来自贵州,是一个商场女强人,在事业上非常成功,两人于2001年结婚,育有一个儿子。 在此之前,吕良伟有过两段婚姻,她的第一任妻子是港姐出身的美女周海妹,两人相差11岁,因拍戏而相识相恋。 当时吕良伟凭借上海滩走红,二十出头的周海妹是TVB力捧的花旦,相恋四年后两人在美国注册结婚。 但结婚后,年轻的周海妹正贪玩,不懂得做一个贤妻良母,婚后还传出和黎明的绯闻,这段婚姻很快就在争吵中结束了。 吕良伟的第二任妻子同样是港姐出身的邝美云,两人1996年结婚,TVB全程直播,婚礼非常盛大。 但结婚后,香港便遭遇经济危机,两人均损失惨重,生活中也常常为琐事争吵,这段婚姻仅仅不到一年便结束。 之后,吕良伟的事业便陷入低谷,不管是演艺事业还是投资,均没有起色,直到遇到杨小娟她才东山再起。 人脉丰富又有商业头脑的杨小娟帮助吕良伟投资理财,夫妻俩的生意越做越大,如今旗下拥有过亿资产。 二、陈冠希 陈冠希这个名字背后跟着无数绯闻,最后她浪子回头成为了内地模特琴舒培的丈夫。 作为富二代的陈冠希,刚刚入行就备受关注,脾帅的长相加上爱玩的个性更是吸引无数女心。 除了后来曝光的张伯之,钟心童之外,陈冠希还和英采儿,舒奇等传出过绯闻。 2008年,因为照片门事件,陈冠希宣布退出娱乐圈,她当时的女友名叫杨永晴,同样是一名富二代, 她是英皇娱乐老板杨寿成的侄女。 当时陈冠希可谓千夫所指,但杨永晴一直坚定地站在她身边, 两人的感情维持了很多年,可惜最后未能走到一起。 2016年,陈冠希和秦舒培传出绯闻,次年两人的女儿便出生了。 如今,陈冠希和妻女定居在美国,自己的时尚品牌经营得非常成功, 一家三口的生活也非常幸福。 双方为了家庭都牺牲了一部分事业,而且两人都再也没有传出过其他绯闻。 3.汤振业 汤振业曾经和刘德华、梁朝伟并称TVB舞虎将,但他的事业因为爱情全都毁了。 1983年,汤振业和翁美玲恋爱,当时两人恋情备受关注,TVB经常安排他们以情侣荡的形式合作。 然而,两人在恋爱两年后因为种种矛盾开始冷战,后来翁美玲便寻短离世了。 这件事当年非常轰动,粉丝将翁美玲的死怪到汤振业身上,事业正好的他成为薄情郎,观众缘近毁。 后来,虽然澄清翁美玲之死和汤振业毫无关系,但他已经错过事业发展最好的阶段,灵气和其他五虎将拉开差距,始终不温不火。 1993年,汤振业和香港演员江坤结婚,两人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。 这段婚姻维持了八年,最终分手,汤振业也将事业重心转向内地。 2008年,汤振业和相差25岁的内地主持人文静结婚,婚后两人生下一对女儿,至今幸福恩爱。 如今65岁的汤振业依旧活跃在内地影视剧中,但角色大多是配角,毕竟有五个孩子,还需要继续奋斗。 4.张卫健 张卫健的老婆叫张倩,是一位内地演员,也是电视剧《小宝与康熙》中的沐建平。 两人相差九岁,于1997年相识,两年后再次合作电视剧才相恋。 2009年,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,两个人终于走入了婚姻。 1996年,张卫健主演TVB版《西游记》,这部剧收视爆棚让他重回巅峰,但拍摄续集时他提出掌心要求,不仅被TVB拒绝甚至遭到封杀。 张卫健只好到内地发展,也是在那时候遇见了张倩,之后他虽然在内地拍摄了很多影视剧,但事业始终不温不火,再也未能回到巅峰。 张倩始终在他身边陪伴,并逐渐放弃事业回归家庭,两人婚后非常恩爱,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。 5.林峰 林峰原本是福建厦门人,两岁时移居到香港,在他长大过程中一直往返于香港和内地求学,家人在内地也有丰厚的产业,他就是传说中不好好演戏,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富二代。 但林峰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无名时期,22岁搭档古天乐出演《寻琴记》才走红,一步步成为TVB力捧的男主,并拿下世地大奖。 长相帅气,事业有成,家是好的林峰一直都是钻石王老五,但他偏偏是个恋爱脑,第一段曝光的恋情是内地演员潘双双,两人因拍戏相识,在一起仅仅一年时间,对方却凭借恋情成功上位,做了不少宣传。 林峰第二任公开的女友是香港女星吴谦语,两人在一起整整五年时间,频频同矿秀恩爱,但最终没有修成正果。 而他如今的妻子张新月也是家人通过相亲安排的。 张新月是一名模特,外貌娇好,性格温柔,背景干净,他和林峰恋爱一年后便走入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两人曾登上真人秀铜矿秀恩爱,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生活非常幸福。 六,罗家良 罗家良是TVB第一位世帝,并且三次获得世帝大奖,在他当红的时候影视歌多期发展,风头一时无两。 罗家良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方敏仪,一个长相平平的圈外人,据说两人是彼此的初恋。 两人相识于威时,当时的罗家良还是学生,方敏仪陪伴他走入影视圈,从龙套一步步变成大明星。 罗家良走红后,曾经多次传出绯闻,但两人还是选择在1998年结婚,婚后生下一个儿子。 但婚姻并没有挽救这段感情,婚后罗家良屡次被传出轨,尤其是他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内地后,夫妻俩聚少离多,感情越来越淡。 2008年,罗家良和方敏仪宣布离婚,她将儿子和财产全都留给了妻子,自己只身到内地打拼,当时离婚原因说是感情不合。 但仅仅半年后,罗家良便和内地女演员苏妍结婚,两人相差12岁,因合作电视剧而相识相恋。 婚后,罗家良和苏妍恩爱有加,并生下一个女儿,但她的事业和口碑大受影响,再也没有回到巅峰时期,如今她只能在内地一些影视剧中出演配角。 7.温兆伦 温兆伦是很多人的童年男神,她的太太是上海演员赵婷,两人2013年结婚,不知道她是不是花花公子的最终归宿。 温兆伦的情史可谓相当丰富,她22岁便走红,之后一路顺风顺水,影视歌全面发展,拥有众多粉丝。 她曾有过多段绯闻恋情,但都无疾而终。 2002年,温兆伦终于走入婚姻的殿堂,将之前的助手攀燕妮娶进门,只可惜这段婚姻未能维持太久。 兆婷已经是温兆伦第三任妻子,两人婚后育有一个女儿,从未传出绯闻,毕竟温兆伦已经58岁,浪子总该回头了。 8.吴启华 吴启华的前妻名叫石阳子,是一位比他小21岁的内地演员,两人于2007年结婚,婚后生下一名女儿,但这段婚姻在2014年已经结束。 据说吴启华用财产换回了女儿的抚养权。 80年代初就在TVB走红的吴启华曾经也是一名浪子,年轻时被称为师奶杀手,有过多段情史。 1991年,吴启华在泰国拍戏时认识了富家女Virantra,两人结婚后他成为了入赘女婿,这段婚姻维持了五年,期间他只拍摄了一部《九品芝麻关》。 离婚后,吴启华将重心转移到事业上,之后又和金巧巧,罗咏贤等人传出绯闻,但都不长久。 直到吴启华在内地拍戏认识了年轻的石阳子,他才再度走入婚姻,两人结婚时,石阳子只有22岁。 婚后,吴启华倒是没有再传出绯闻,只不过这段感情最终未能圆满。 九,墨绍聪 墨绍聪有两个内地娇妻,一个名叫红燕,一个名叫孙云玲,如今都已经分手,而且他们都不如前女友红心名气大。 曾经墨绍聪也是红极一时的小生,凭借武林圣火令,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先后入围金像,金马奖,一度被看作影帝接班人,片约接到手软。 但因为他感情生活特别混乱,导致事业一度陷入低谷,只好到内地发展,2011年他因为稀释违禁品被抓,演艺事业跌入谷底,直至被人遗忘。 十,樊绍黄 樊绍黄是香港知名打星,曾经在黄日华版《天龙八部》中饰演《虚竹一角》,并参演过《夜问》,系列《方式玉》系列。 虽然樊绍黄始终不温不火,但他的长相很有辨识度,出身功夫世家的他有多年的武术功底,一直都是功夫片的御用配角。 早在1995年他便和圈外人陈少霞结婚,并育有一子一女,两人在2008年左右离婚。 后来樊绍黄娶了内地演员贾小陈,两人相差十岁,在2012年传出恋情。 婚后,两人生下两个女儿,小女儿还不到两岁,两个女儿都继承了父母颜值的优点,长相非常可爱。 婚后,贾小陈并没有做全职妈妈,一直活跃在影视圈,樊绍黄也常常出现在影视剧中,两人从未传出过负面绯闻。 11.陈浩民 说起陈浩民,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陈浩民不仅是一名歌手,更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。 陈浩民因为饰演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段玉一角而成名。 2011年同女友蒋丽莎结婚。 婚后,蒋丽莎为老公陈浩民连生四个孩子。 但是,结婚多年一家人都是租房,近几年因为疫情原因,陈浩民并没有接到影视剧本,一家人的开销都靠老婆奖励杀一个人之称,陈浩民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在。